我 去哪儿了 六楼 六楼 来两个人 天天放这儿了 去哪儿了 放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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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是住这儿的客人吗 我找东西呢 你别烦我 烦卡了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不用帮我 你忙你的 我找东西呢 六楼 六楼剩了两个保安 这边发现可疑人员 身穿白色T恤衫 下面是灰色的运动裤 还有双拖鞋 你们快点上栏看一眼 可 可疑人员 你说谁是可疑人员 你见过这么帅的可疑人员吗 我跟你说 我天天住这儿 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你啊 你知道我住的什么房间吗 我住的是总统套房 你住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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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叫起人来了 叫谁 叫保安是吧 我听你叫呀 来来来 六楼有一个长大贼美疏远的 来 给他抓他 给他抓起来 保安 说吧 怎么解决啊 对不起 林先生 他是我们酒店员工 因为不知道您是我们的客人 所以才会犯如此荒谬的错误 请您千万别介意啊 赶紧道歉呢 实在对不起 主要是因为 最近有客人反映行政楼层的客员 比较杂 为了确认 所以才犯下这样的错误 实在非常抱歉 对了 这个是您的吗 怎么感觉你声音这么耳熟呢 既然 你道歉这么诚恳 吃我一颗糖我就原谅你 还是不要了吧 林先生让你吃你就吃吧 吃 那 我就吃一颗 橙色 一颗糖 怎么样 什么味道 苦的 你也是苦的 我早上吃的也是苦的 感觉就这天运气不好 是吗 我这个是占卜糖果 很灵的 他最好吃了 你怎么吃呢 吃了 我干嘛 你怎么吃 这今天是 晓菱 招呼客人 您的花生米 小姐 您要点什么呀 变台拉翅 好的 连长 变台拉翅 好嘞 你为什么拉黑我 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你有什么话是不能跟我说的吗 你还是走吧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 我怎么可能放下你不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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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你不用那么在乎我的 我怎么可能不在乎你 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在干什么 在捉迷藏吗 浩宇 你知道吗 我现在 特别想做一些 平时不会做的事情 你想做什么 我陪你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想像小时候那样 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的 那还不简单 跟我走 好 这里好親切啊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可以随便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不穿裙子的时候 我可以带你去打皮球 那样更解压 好啊 那你不会又突然消失了吧 然后把我拉黑了 事情就是这样 你说我是不是很怨我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现在 发现完了 老板 老板 再拿两瓶酒 我交的钱 这酒是我交的钱 是是是 快 不许喝了 副主编太过分了 但是他好像对谁都这样 倒是你 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在意你啊 你该不会是喜欢副主编吧 你看那边 你还记得我们的体育陈老师吗 那个时候 我总被他罚跑圈 我跑不动 他就在后面叫我 小胖子 你现在跑不动 长大以后就是老胖子了 但是你为了维护我 竟然说 白浩宇加油 长大了可不能跟陈老师一样胖 把他给气的 现在想想 你当时真的太勇敢了 你的胆子怎么那么大呢 你都不记得了 对不起啊 皓宇 这没什么好对不起的 我只是以为 这是我们共同的回忆 你会记得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叫夏乔 夏乔 我好像听你说过 我以前怎么跟你说他的 说得挺好的 怎么了 我们两个确实是 非常要好的朋友 夏乔她是一个 特别好的女孩 我们之间 可是有革命情感的 就像我和你一样 只是 她在感情上一直都不是很顺利 一直都遇不到一个真心对她好的男人 她 你是想让我给她介绍男朋友吗 不是 我跟你说这个 不是想让你给她介绍男朋友 她最近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好男人 那挺好的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那个人 是她的好朋友喜欢的人 白浩宇 你觉得 她该怎么做 桂甄 桂甄 算了 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 夏乔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我相信她是 你又不认识她 你为什么相信她是 我认识你就够了 你这么好 能跟你做朋友的人 一定也不差 我不用认识她 我看着你就够了 就知道 她一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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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